老公听从婆婆的建议要求婚后AA指 我痛经无法动弹 让她帮我带止疼药 她要求我先转钱过去采买 后来婆婆脑梗急需治疗 我将人拦在手术室外面 点老公打电话 老公妈做手术急需用钱 我这边钱不够 她言声拒绝 说好了AA 这属于你的个人消费 你自己承担 我耸耸肩 没有去缴费 无所谓 又不是我妈 我妈提了一嘴 我觉得这个主意挺不错的 我们两个已经结婚了 有必要分这么清楚吗 我反问道 楚州顿了顿 反驳我 既然结婚了 房子为什么不加上我的名字 看着眼前的男人 心里渐渐无力起来 我和楚州恋爱两年 一切都正常甜蜜发展 自从一个月前 我们结婚 楚州强烈要求 将乡下的妈妈接来 家里开始鸡飞狗跳 楚州是单亲家庭 她妈妈一个人将她拉扯长大 视她为精神寄托 商讨婚事时 她妈妈黑沉的脸 紧紧拉住楚州不放 不满意我家提出彩礼的要求 分数我爸妈要这么多钱 是在卖女儿 气得老两口摔门离席 直言就不结了 楚州上门道歉 哭着跪在我们一家人面前 祈求原谅 最后两家人商议 楚州出十万 我家在家二十万 用来买车 但车写我的名字 这就算彩礼了 我爸拿出手里的一套房 让我们住 房产证上 只有我的名字 结婚后 楚州打着母亲 独自在农村生活 实在是她的不孝的名号 将他妈硬塞进家里 你心里没点数吗 这房子从购买到装修 你出了一分钱吗 房子我爸妈掏出积蓄 全款买下 为了不给他妈抓住 卖女儿的话头 装修的钱也是我家储 楚州冷哼一声 房子不加我的名字 平时还想用我的钱 怎么什么好处 都让你占了呢 我听得心凉了一下 楚州完全是 不讲道理的强闹逻辑 她想听她妈的话 那就听吧 行 你想 AA那就这样吧 楚州笑嘻嘻地抱住我 拉着我的手说 我就知道 老婆你会答应的 你的外面那些女人不一样 我甩开她的手 冷声道 既然要AA 那就说清楚 什么方面AA 咱们不需要还房贷和车贷 我妈说 以后我的工资自行分配 你的工资补贴家用 消费产品我用不上的话 就属于你的个人消费 全部都有你一个人出 楚州怕我不同意 又补充一句 当然 我使用的部分 我会按照我们使用次数的比例出钱 我沉默地看得眼前的男人 眼神里写满的精明算计 楚州 你懂不懂什么叫做AA 要不你百度一下理解了她的意思 我们再谈 楚州脸上划过一抹尴尬 但很快被理所当然取代 我当然知道了 不就是买东西一人一半吗 但我是一个男人 我要存钱 房子车子都有了 你身为一个男人 要存钱干什么 再结一次婚吗 我回怼 她皱了皱眉 困扰地思索半天 行吧 那就都自行分配 都结婚了 还要跟我计较这点钱 补贴家里能用你多少钱似的 果然和我妈说的一样 你看中的是我的钱 不是想跟我好好过日子 楚州一副我就猜到了的表情 冷冷地看着我 她一个月工资七千多点 我工资两万五 之前担心她自尊受损 我一直对她说 我的工资跟她差不多 她信以为真 甚至认定我工资一定在她之下 楚州那点剖工资 还没有我零头多 图她什么钱 她身上贵重的衣服手表 哪个不是我出钱买来的 也就她妈宝贝她那些工资 看谁都想要抢她宝贝儿子的钱 那就说好了 工资各自分配 消费自行承担 见我如此爽快 楚州反而开始犹豫了 她眼孤怒不断打转 考虑这件事情的性价比 思索片刻后 楚州满意地点点头 想冲上来抱我 老婆 我就知道你最好了 我侧身躲开 恶心得起鸡皮疙瘩 那晚过后 我的生活愈发轻松起来 不用每天精打细算 鸡毛蒜皮的过日子 每天中午改成在食堂吃饭 工资也不用补替家用 想买什么买什么 以前楚州不满 我不在家吃 留他妈一人做饭 硬生生将不孝帽子扣在我头上 我赚钱养家 你就这样对我妈 这要是传出去 别料怎么看我 你怎么能这么不孝顺 她可是我妈呀 我反问她为什么不回家做饭 楚州只高强 你公司近 况且你是女人 我在外赚钱 你不把持家里的话 我娶你干嘛 我公司是离家近 但车只有一辆 被楚州开去上班了 我顶得烈日 不行来回 和她开车往返的 时间差不太薄 我让楚州让出车 方便我开车回家给婆婆 楚州气得跳脚 车子我出了十万 凭什么顶你开 我和楚州大吵一架 连夜搬回爸妈家 几天后 楚州才来找我 哭天抹泪地 讲述她一路走来的不易 在我家哭了三天 我这才气消答应她回家 刚坐上副驾时 我都感觉不对劲 椅子的位置前移了不少 你再过其他人了 楚州随何解释 他们公司前天公司团建 有个同事喝醉了 他正好要离开 顺带给人烧回去了 我估算了一下 前移的距离 心里咯噔一下 你同事 楚州听到这三的字急了 你同事怎么了 人家喝醉了开不了车 送他到家 楼下我就走了 绝对没有多停留 你一天到晚 怎么这么多心思 没有就没有 你紧张什么 怀疑的种子 在我心里种下 中午休息 我正和同事聊着八卦 坐在食堂里吃饭 楚州发来了消息 楚州 我妈说你又没回去做饭 我 她没买菜 所以我就没回去 楚州 那你不会买了菜 再回去做饭吗 一点事都不懂 让我妈一个上了年纪的东跑西跑 我 我买菜回去做饭 菜钱怎么算 按我们俩的饭量多少来算吗 楚州 买点菜能有多少钱啊 一百够吗 我转给你 掉钱盐子里问你 几十块算这么清楚 我赚的钱 全让你惦记上了 楚州 果然你就是月月口中的捞女 林月月是上次喝醉后 楚州送回家的女同事 已经结婚了 她自持是歇时代女性 不花老公的钱 照样能把日子过好 观念和楚州不谋而合 楚州常常夸林月月品性好 懂得体谅老公的辛苦 还能省钱操持好整个家庭 我叫你买止痛药的时候 你怎么就叫几十块的针了 一周前我来立价 因为身子长年虚弱 卖家有些着凉 我痛惊痛到植不起身 在工位上工作时 脸色惨白 老板见我疼到冒冷汗 特地批准了假 让有我交好的同事 送我回去休息 回到家时 婆婆正吹着空调 坐在沙发上看电视 妈 帮我找一下抽屉里的止疼药 我在玄关艰难地脱血 婆婆拒绝道 要找你自己找 这是你家 我哪里知道东西放啊 再说了 我老婆子眼花耳聋 大字不识几个 我哪里认得止痛药 找错了药 可别赖在我身上 我忍得疼痛 蹲在茶几前翻找 瀑布一手将我剥开 你别在这找啊 挡着我看电视了 走开些 我一个没站稳 爹坐在冰凉的地板上 疼得直冒冷汗 找了半天没找到 我给楚州打去电话 老公 我旌旗来了肚子疼 你帮我带点止痛药回来吧 上班呢 下班再说 楚州不耐烦地挂断我的电话 真是小题大做 婆婆阴阳怪气道 哪个女人就要说 不疼几天啊 以前俺们村里疼晕了 也吃不上什么止疼药 就你金贵 疼一点就受不了啊 还叫我儿子 白给你买药 不要脸 我气得肚子更疼了 嘟嘟缩缩地说不出一句话 支起身体 坐到沙发上缓缓 我看你是没事找事 前几天我儿子 提出自己的钱自己用 你明明答应得好好的 转头就要我儿子 给你买着买的 空调开得很低 冷风羞羞打在我身上 我伸手拿起遥控器 瀑布重力拽上我的手腕 他以前干过农活 手劲出奇的大 手腕上的疼让我倒吸一口凉气 这么热的天 空调不舍得让我开啊 这是我儿子的房子 钱是我儿子赚的 你要闲冷 就回你房间待着 别在这爱我的眼 瀑布尖酸刻薄 抢布空调遥控器 心急将温度调低了两步 你儿子一个月七千 他是工作三十年 买不起市区的房子 你胡说八道 我儿子说了 这套房子是他个人财产 以后拿给我养老用 我警告你 别打我养老本的主意 我冷笑 看来楚州没有对他妈说实情 从抽屉里掏出房产证 自己看他 瀑布端向半天 脸色一变 嘴里念到这 不可能 呦 房产证上的字 您倒是认识了 瀑布里亏放下房产证 灰溜溜跑回房间 缓了几分钟 我再次给楚州打了电话 冷声道 给我送点止疼药来 这属于你的个人消费 你应该自己掏钱 这样吧 你发红包给我 我帮你带回来 多了的就冲到我的跑腿费了 我心底一凉 我们都结婚了 你非要在这个时候提钱的事情吗 话可不能这样说 止疼药买了 我和我妈都用不上 你一个人用 难道不是你付钱吗 我想起谈恋爱时 疼到走不动路 楚州细心替我备好一切 暖宝宝 止痛药 红糖水 甚至去厕所 换姨妈 惊她都会抱着我去 在门口紧张地等我 倘若我在厕所 待得久了一点 楚州会 叙叙叨叨地关心我 宝宝 你还好吗 疼的话你喊一声 我马上冲进来 无论我说过多少次 我没事 楚州会满眼心疼地 看得我 我发现 楚州好好的一个人 好像突然烂荡了 反正你不给钱 就别想我会比你买 楚州的声音 让我回不审 同样的声音 在短短一个月内 说出的话 令我感到陌生 不用了 我心冷挂断电话 拿起手机 在外卖软件上 下达了一份止疼药 外卖很迅速 送货上门 比楚州管用 楚州回家后 看着桌上的止疼药 以为是婆婆买的药 不悦地指责我 哪能呢 我使唤得动你妈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痛经的时候 根本不可能下楼买药 家里只有我妈 肯定是我妈 先上去买的药 原来楚州是知道 我痛经无法动弹的 她是故意不买 就为了她口中的AA制 我刚想反驳 楚州实曾无耻道 我妈的钱也得转点我 我打开外卖软件 贴着她的脸 你看看是你妈买的吗 楚州闪闪一笑 老婆 你早说啊 害得我以为你用我妈的钱呢 你花了九块的跑腿费呀 太败家了 有之前不如给我呢 楚州心痛地动我一眼 你怎么不能学习 郁月的勤俭持家呢 花钱大手大脚的 郁月 又是林郁月 下班回家 楚州和他妈正坐在沙发上等我 两个人脸上表情都不太好 家里没沐浴露了你知道吗 我点头表示知道 那你为什么不去买 这么热的天气 我一身汗回到家 想洗个澡都没办法 我表示 以前用的洗护用品太贵了 担心楚州承担不起 楚州脸色一黑 直言洗护用品能有多贵 原来家里的各种消耗品 是我一个人买回来 楚州只管使用 他不知道 一整套洗护用品得有多贵 我认可点了点头 那你找两百给我吧 我多退少补 说着拿出手机 让他扫书款码 什么 你抢钱啊 洗发路沐浴露哪有这么贵 想贪污我的钱是吧 没想到你这么能算起 就是 俺们那二十全能买下来 你要我儿子两百 你怎么敢的 算接 这就叫算接 通过买洗护用品 贪污前 要到猴年马月 我早料到他们会是这样 点开购物页面 将金额甩到楚州眼前 看清楚购买记录 可别说我贪你们那边岁钱 丢人 楚州脸色瞬间涨成猪肝色 支支吾吾半天 这些我原本可以不用 你买我担心过期才用 其实我也是迁就你 让你一直买这么贵的洗护用品 谈恋爱两年 这些小东西 他从不过问 用得倒是爽快 我也不恼 批出我的几句办法 这样吧 我每个月给你两百 你自己补两百 这笔家用基金存你那里 家里缺什么 你去买就行 听见我松口 两人的脸色这才好起来 连忙答应 果不其然 几天后 家里到了一批快递 全是楚州在网上淘的三无产品 这能用吗 我挑挑剪剪 没一样东西贴了标签 楚州喜滋滋地拆了快递 当然啦 你不懂了吧 这都是月月给我发的链接 她说了都是高货 是员工内部拿出来卖的产品 他们家一家人 用的都是这个 之前说你不会省钱 你还不信 这才是我梦寐以求的生活 我嫌弃的心想 以前没看出 楚州抠成这样 我不理会 拍了拍我的包里藏着的昂贵试用装洗护用品 那就让她梦寐以求去吧 啊 尖叫声响起 我正躺在床上敷面膜 近来我的生活越发滋润 下卸本买了贵妇级的护肤品 美甲提升仪的档次 开上的衣服包包 眼皮不眨地买下 每个月只需要拿出200块 安抚两位守财奴 日子悠闲自在 我卖悠悠游荡到客厅 不太在意询问楚州 发生什么事情吗 楚州惊恐地在镜子前转圈 老婆 你帮我看看 我这里怎么掉皮了 还有这里好痒 楚州身上分布大大小小白斑 有些地方已经脱皮 一部分被他抓闹得血肉模糊 看得我直放恶心 我看出来是真菌感染了 后退一步 嫌弃地瞥了他一眼 你不会去什么不该去的地方吧 楚州手抓得不停 身上血淋淋 好似感觉不到 怎么会 我哪有这些闲钱啊 楚州好似想到什么 冲进卫生间抓起沐浴露 会不会是这个沐浴露 我没用他之前都没事 用了之后才 我伸手抢过沐浴露 放在洗漱台上 疑惑到 我和妈用了好几天了 我俩没事 林玉岳一家 不是使用他有段时间了吗 你别放在心上 说不定是资金压力太大了 往好处想想 今天好好休息一下 楚州还想说什么 我直接打断他 手想搭在他肩上安慰他 又无从下手 多忍忍 说不定几天后自动好了 现在去一趟医院 检查下来 少说也要好几百 你舍得花这么多钱 楚州硬生生忍了四五天 没去医院 身上的白斑愈发严重 为了不被传染 我谎称公司出差 跑回半妈那 顺带为楚州和林玉岳疼的空间 通过婆婆的抱怨 我知道楚州夜里养得 受不着觉 实在受不了了 才去了医院 医生说他身上的皮肤 几乎全被感染 需要欺下几块严重部位 每天还要泡药语 手术和抑制药 又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婆婆明理案里暗示我 作为妻子 应该主动承担照顾楚州的任务 最好是付清她的医疗费 我已在外出差 不方便拒绝 并提起林玉岳这好人 李玉岳也不负所望 经常跑医院 做饭洗衣 向得尽心尽力的妻子 楚州在她妈妈和林玉岳的照顾下 很快出院 估摸着楚州的皮肤病痊愈了 我这才回家 李玉岳正与主人般 坐在沙发上哭 鼻花带雨惹人心疼 我老公和婆婆 一左一右安慰她 你老公跟你离婚 那是她没眼光 像你这么会省钱过日子的媳妇 别人羡慕都羡慕不来 是啊 小月啊 谁娶了你才是有福气啊 你一言我一语 把林玉岳夸上天 林玉岳跑上跑下 在医院招呼楚州的事 不知怎么传到了林玉岳老公那里 他们大吵一架 她老公大骂林玉岳 试得爱出轨的婊子 准备起诉离婚 怎么 这福气给你要不要啊 我冷笑一声 打破了你能我能 家庭和美的景色 楚州拉下脸 你真是不可理喻 我们只是安慰玉岳两句 诚意 你能不能像玉岳一样 有点同理心了 我点点头 很大方地表示 直接把老公送给林玉岳 才算有同理心 在场的人都脸色一顿 楚州的脸色阴沉得可怕 诚意 你什么意思 我瞅过她的手机 点她微信 置顶的人 换成了林玉岳 不解释解释 楚州气急败坏 诚意你是不是有病 偷看我手机了 我和玉岳清清白白的 你发什么疯 我耸耸肩 无所谓道 你每天只知道 玉岳朝玉岳短 这下总算盼到人离婚吗 怎么这还不抓紧点 小心别被人抢了先 只能等她二婚结束 才轮得上你 令玉岳装模作样地 扯了扯楚州 可怜兮兮兮道 周哥 都是玉岳的错 你们别因为我吵架 玉岳马上就走 楚州心疼地 拍拍领玉岳的头 安抚她 然后转向我 呃狠狠道 你别后悔 说吧 楚州拉上林玉岳 拴门而出 只留下她的老母亲 在家里进退两难 终于胆走了 消息当然是我放出去的 她老公一开始还不信 我将婆婆拍给我 逗死的照片发给她 照片里 李玉岳温和地 为楚州吃饭 眉眼带笑 照片看得我无语 楚州又不是断手断脚 还好派上了用场 林玉岳因为出轨 没分配到房子 楚州出钱 在外租了一个小小的出租房 二人甜蜜住了进去 楚州的妈说 住逛了大房子 不愿意搬到出租屋里 偶尔 楚州会发消息给我 虽然我们吵架了 但毕竟还是夫妻 你应该对我妈好点 她一个人拉着我长大 也不容易 你妈是你结婚之后 才不容易的吗 你妈顶你洗衣服 做饭的时候 你没觉得她不容易了 这下有媳妇了 你开始知道 你妈不容易了 你要是真觉得 你妈不容易 你就去多赚点钱 给她雇上三五个护工 都能把饭嚼巴嚼巴 喂她嘴里 你在我这桩笑 到底谁看呢 实在看不下去 就来我知道她老人家 接走带回去伺候 放我这笑什么话 骂爽后 楚州不回复我 只是淡淡说 她会继离婚 写一书回来 一天 我提前回家 听见楚州和她妈通电话 儿啊 你啥时候回来呀 妈 你再等等 诚意我最了解她了 她不舍得和我离婚 真不明白她跟我闹什么 况且她有错在先 妈 又不是不知道 她现在什么都不往家里买 做菜 只选自己喜欢吃的菜 完全不考虑别人的口味 这次不给她一点 叫声不行 普普劝媚她 女人嘛 你多哄一哄 给她台阶 她屁颠屁颠 就下来了 她是我老婆 在家不伺候我 光垫进我口袋里的钱 只管自己快活 我早就受过她了 没一点媳妇样 明玉玉也在电话那头帮腔 是啊 阿姨 周郭每天在来辛苦工作 回去后 嫂子不帮她洗衣做饭 不伺候她休息 一点都不提亮周哥 她这是又荡又利 既要又要 我最看不起这种女人了 我神似见了 拉开门走了进去 既然要 你是不是应该 把你和你妈的房租给我 已经让你们免费住了几个月了 储州你不会连这点钱都给不起吧 她妈被吓了一跳 迅速挂断电话 揣着手机面露 干大离开 话都说到这份上了 我将我手里的小区房价资料 打包发给储州 里面是小区不同房型的不同价格 储州选的最便宜的价格 将钱转迭我 我领了钱 不去看储州发来咒骂我的消息 直接拉黑 人可以不理 钱不能不要 团建回来晚了 没想到一进门就看见储州他妈 蜷缩地倒在地上 一动不动 担心房间里死人不干净 我迅速拨打了急救电话 车上护士简单检查了一下 探断可能是突发性脑梗 需要立即准备手术 我不情愿地拨通储州的电话 他那边卖力地嗯来啊的声音传来 在场的护士甘大的变了脸色 我故作着急道 老公 妈忽然晕了 现在我们正在去的路上 你什么时候过来 储州喘息了几声 没有说话 这种时候 还有闲心发情 妈这边真的很危险 我们乱了手脚 你身为我老公 不应该来陪陪我吗 那边声音逐渐小了下去 比玉玉娇媚地叫喊了一声 别管他 我们继续 可能是储中没有动作 玉玉娇着急道 老公 他一个成年人了 知道怎样照顾他吗 难道非要你过去 虚寒闷了 端茶到水吗 他这声老公 给我吓够呛 车上一堆人呢 别再以为我是小三 老公 你在外面乱搞我没话说 但咱妈出事了 你不应该过来看看吗 我们才结婚 几个月你就要 怨了这个女人 抛弃这一家吗 你说话呀 老公 老公 我们在一起两年多 结婚没多久 日子还是要过下去的呀 我可静解释 打着感情台 楚州那边沉默许久 马上就要到医院了 我急切说道 老公 妈手术急需一大笔钱 你知道我的工资 存不下来什么钱 你能不能 楚州这才打断我 最后还是为了钱 诚意 我看错你了 说好了 诶诶 这属于你个人消费 你自己想办法 别来烦我 然后又投入战场 宝贝 我们继续挂断电话 车上的护士 全部用同情的眼神 望向我 一个年轻点的小护士 上前揽住我的肩膀 安慰我 她没注意到 我嘴角的笑意 无所谓 又不是我妈 手术紧急 我给楚州打去了十几个电话 她先是挂断 后来则发来十几张照片 各个角度都有 他们两个人偷光躺在一起 林月还娇羞地依偎在楚州的怀里 我在忙 没空 你妈后续治疗 还需要一大笔钱吧 可别想从我这里得到一毛钱 车子归我 房子归你 我再出三万给你 相当于买下这辆车 我们两个人从此一刀两断 没有监护人的签字和缴费 手术没能如期进行 最后还是医院提出 先手术后缴费的措施 她妈这才被推进手术室 经过一夜的抢救 楚州她妈脱离了危险 手术成功了 但可惜的是 虽然发现时间早 但拖着拖着 错过了黄金救助时间 楚州她妈成了植物人 到了缴费的时候 我依旧联系不上楚州 于是选择了报警 警察动作迅速 我同警察来到楚州上班的公司 我们到的时候 楚州郑和林月月眉目传情 楚州看到我 眼神一沉 整张脸如同我欠了她 好几十万一样的赚 抓不到我缴费 也不用带这么多人来吧 祸 你居然还报警吗 为重点小事 至于吗 但公司里的人都停下手中的火 开始吃瓜 乌鸦鸦尾上一大堆人 我开始我的表演 声泪俱下地控诉她 妈在手术室里 躺着 还算小事吗 楚州 你到底有没有良心 她冷笑一声 关我什么事 又不是我害得她晕倒 我愤怒看向她 你这说的是人话吗 这是咱妈 昨晚我给你打了多少个电话 你为什么不接 就因为和林月月在床上私混 你不管妈的死活 楚州气急败坏 被戳穿了又要面子 急切打断我 诚意 你发什么疯 瞎说什么 这是你发疯的场合吗 林月月委屈巴巴地看向我 嫂子 你不能外说话 我和楚州哥 向来清清白白 大家有目共睹 从无半点语曲 你给我一个女生 爱上这么大一顶帽子 造这么大一个黄瑶 我以后在公司 怎样见人呢 是吗 你们俩的昨前晚上 孤男寡女共处一室 就这样清清白白 到一张床上滚了 我掏出手机 上面明晃晃的是 昨晚楚州发给我的床照 两个人的容貌 被拍得一七二楚 公司的人 看向林月月的眼神都变了 G的年龄段 大多已经成家 看向小三的眼神 多带厌恶 林月月不死心 大叫道 这是AAR换脸 这不是真的 你们相信我 同事们三言两语的讨论 他能AAR换脸 会只画一张照片吗 要我捉奸 我直接给大伙上视频 我好像是听说 最近很多 哎呀换脸做黄片 你们说这个不会也是 输不准呢 输不了一点 见口风有所转变 我气定神闲 翻出聊天记录 正是楚州发给我的照片 和离婚协议书的记录 聊天记录 总是做不了价 够了 楚州霸气挺身而出 太落我的手机 将抽气的林月月护在身后 直接了当 承认了两人之间不正当的关系 有什么事冲我来 你欺负月月一个女生 别急呀 好戏还没开始 你们两个我可是一个 都不打算放过 妈现在还躺在医院 需要大笔的住院费用 我装模作样地拿出账单 楚州一把甩开我的手 账单满屋乱飞 我已经签了离婚协议书 只是在离婚冷静期 我们已经不算夫妻了 你别想从我这拿钱 给你妈治病 李月月小声道 他们其实早就感情破裂了 在打离婚官司 我也不算是小三 我不理会林月月 不依不劳的事态 你确定我们已经离婚了 你不用再支付治疗费了 楚州狠狠点头 不行 你说出来我才相信 楚州 你不是一个这样狠心的人 楚州嘲笑般居高临下地看我 我就是这样一个人 从现在起 我们已经离婚了 够不相干 我做的事 你阻拦不了 你也别来朝我要前去治疗你妈 她是死事活和我无关 我满意地点下手机的录音件 要的就是这句话 楚州见我不再吵闹 准备将林月月带走 警察拦下她 你还不能走 楚先生 你母亲那边还需要你签字 楚中为言机械转头 不可置信地一字一句道 你说什么 一个月后 我参加了前婆婆的葬礼 她还是没挺住 过世了 那天 警察告诉楚州 她母亲因为她迟迟不出现 而错过抢救时间的时候 她发疯狂扇 自己巴掌 谁也拦不住 到医院后 她看见的只有她妈妈 瘦弱地躺在病床上 紧闭双眼 老人年纪大了 从前干活落下了病根 大概率醒不过来了 楚州失魂落魄地 看了她的妈妈 周围的护士见她颓废的样子 忍不住指责 演给谁看呢 当时我就在救护车上 她妈死的时候 她说死就死吧 我也听说了 她那是时当的 她老婆的面 和小三思混呢 听说手机里 传出来的声音可大了 真是不要脸 谁说不是呢 亲妈推荐手术室 她有心情在外潇洒 楚州弯下腰 跪在她妈床边 不住地哭 撕心裂肺地像孩子 林月月安慰楚州 被她一把推开 都是你 全都是你的错 是你毁了我的生活 楚州满眼杀意地 看向地上的林月月 翻身坐在她身上 恶狠狠地掐住她的脖子 直到林月月快断气 众人这才成功 将发疯的楚州拉开 楚州被众人压在身下 喘得粗气 眼泪不断掉落 颠簸地笑着 而林月毫无生气地 躺在一旁 快救人 我站在人群后 欣赏这场闹剧 没上前 转身离开了 后来 医院要求楚州 补齐所有的手术费用 她工资少 还一次性付了 大半年的租金 手里早就拿出钱了 她来找我 我甩出当时 她说话的录音 将她的话 云风不动地还给她 再后来 楚州顾忌重施 跑到爸妈家跪下 她说 都是她不懂事 小心翼翼地问我 能不能复婚 真是动不动 就跪来跪去的 我拒绝了 火坑跳一次就够了 一个月不见 楚州老了很多 头发半摆 整位人毫无生气 谢谢你 要不是你送我妈到医院 她可能当场就死在家里了 当初 我爸为了小三 抛弃我妈 我还很小 帮不上忙 我只记得 我妈永远在哭 我出去上学后 她总是孤单一个人 希望我多陪陪她 我不禁感叹 楚州还是走上了 她爸的老路 楚州颓废地弯下腰 朝我拘了一躬 我还是要感谢你 这才没有让我妈 独自一人死在黑夜里 她最怕孤单了 后来 听说楚州找上林月月 以裸照相逼 要求林月月和她结婚 林月月当时为了讨好楚州 胎下了不少暴露的情爱视频 她对林月月很不好 动不动就家暴她 林月月四处哭诉 得到的只有活呆 她破坏别人家庭得来的婚姻 没有人祝福 再后来 楚州带林月月 搬离了这座城市 我再也没有她们的消息了 星星 一跑慢点 我爸无奈地朝我大喊 我迎着落日 在海岸边奔跑 爸的妈妈在沙滩上慈爱地看着我 让我注意安全 我爸姓程 我妈姓易 而我叫程易 小明星星 他们希望 我像天上的一颗心情一样 呈现自己的光 我是一个实实在在 泡在爱里长大的小孩 从小妈妈就教导我 人只活一辈子 心性想做什么都可以 爸爸妈妈永远支持 和楚州离婚后 我卖到了车子和房子 和算完所有的积蓄 带爸妈全球旅行 爸妈原本想的让我相亲 接触接触其他男生 我拒绝了 不结婚 我也能活得很好 爸妈理解我 再也不提相亲的事情 我和爸妈走过了很多个国家 现在在夏威夷的沙滩上 星星 朝前走 海浪来了 妈妈担心地喊我 我朝他们跑去 星星永远不会向后看 并且行 队 感谢观看